Odia Jungle 在俄语里就是 如果直接音译过来就是契丹 其实俄罗斯之所以这样称呼我们 背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 在公元十世纪左右 俄罗斯地区还没有形成国家 但这并不是说 当时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没有人居住 而这批人就是今天俄国人的直系祖先 与此同时 在中国的土地上 却是经济空前繁荣富裕的北宋 但宋朝在军事上的无能 却注定了他无法恢复圣唐时期的广袤国土 因此 在大宋的北方兴起了一个强大的 游牧政权 契丹 契丹人建立的辽国范围十分广泛 不仅包括中亚 蒙古 甚至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 都在其势力范围之内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当时还很不发达的俄罗斯土著来说 强大的契丹 便是整个中国的代名词 于是在俄罗斯人世代口口相传之下 契丹也就成了中国 其次一个原因就是蒙古 甚至更确切的说 就是拔都建立的金帐汉国 我们知道 十三世纪的时候 蒙古大军横扫已知的文明世界 成吉斯汗为了更有效的管理庞大的帝国 而把土地一分为四 长此数是 奔德林进东欧为一部分 但不久并没 其子拔都继位 拔都大肆侵略他的西方邻人 最终在福尔加河下游 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汉国 因为拔都居住的帐篷是金色圆顶 故而在当时被称为金帐汉国 此时的俄罗斯土著政权仍是一盘散沙 并且在蒙古人的鞭持之下一个个苟延残喘 落后的俄国人在金帐汉国的统治之下臣服了足足两百多年 直到15世纪末期才独立出一个莫斯科公国 而是有凑巧的事 在这期间金帐汉国对中国的称呼也是弃丹 于是深受蒙古人影响的俄国人就接受了这一教法 并且延续至今 当然了 今天的俄罗斯人恐怕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称呼的背后含义 对于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他们来说 契丹就是一个名词而已 就与我们称呼英吉利为英国 称呼法兰西为法国一样 别无二致 但对于怀有浓厚历史情节的中国人来讲 听到俄罗斯人以契丹来带着我们的国家时 真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我扶着我们的故事 我扶着我们的小阶 咱闹着我